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就继续来学习太常感应篇 恶恩恶报 这一章的 因拆良善 暗无婚亲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心里面很阴毒 对那些善良的人反而千方百计地去谋害他们 对于自己的领导 军制领导 对于包括国家 包括人民 和自己父母亲 暗中甚至去侮辱他们 欺骗他们 由这种心里的人 尤其是他是音乐 内心深处有的这种阴毒 人家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是要知道 我们这种传心 如果是这么阴险的话 天是不会放弄我们的 所谓天道好还 因果报应 绝对无差错 这个唐朝的一位大臣 叫做李林虎 我们都好知道 他是一个大奸臣 他在朝廷当中 表面上看 这个人好像都很慈祥 根本对他的心理 难以触摸 但是他心里面 就是非常之阴狠狡诈 迫害忠良 对了最后 做了恶事做得太多 身败名裂 等到他最后死的时候 有一个鬼物 就生到好像披头散发 牙齿好像巨一样很尖 很利 手抓 那个抓好像钩一样 来捉他 向他索命 他没多久就死了 结果死了之后 朝廷就命令 除了他的着围 而且还要打断他的棺木 拿他的尸体出来斩 那他的子孙也被刘放到岭南地区 当时岭南地区是很落后的 那这件事一路到了宋朝 在纯禧初年 有一位在汉州的一个女子 突然间被天上的雷 就批起了 结果发现身上 竟然有红色的字写着 李林虎为神不忠 因财良善 三世为枪 七世为牛 然后报尽永舵水族 所以见到 这个历史上记载 因财良善的人的果报 竟然是这么悲惨 情一时的英雄 有趣 怎知道后面的果报 身身世世世 永杰都没有画得清 那个君亲 那个古人 敬重君亲 好像敬重天地一样 你看看古人说的 天地君亲师 天地 君就是君主 现在我们说的国家主席 亲就是父母相亲 司就是老司 这五个是并列排在一起 如果我们对天地 欺骗 侮辱 对于国军 对于我们说的国家领导人 对于父母相亲 对于老师要欺骗的话 那果报是很惨烈的 这个不忠不孝之人 他一定得不到好死 那 就算是我们去到其他个国家 如果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我们都不应该去侮辱他 所以佛经里面制定的这个戒律 不旁国主 就是不能够委托 不能够侮辱 一国之主 就是国家领导人 好像现在的领导 这个主席 或者总统 这些我们都不应该去侮辱他 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领袖 领导人 如果你诽谤他 侮辱他 等于诽谤侮辱一个国家的人 所以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导 就等于尊重一个国家的人 那在前两天 我们看到一个讯息 是路透社透出来的 一个57岁的瑞士男子 叫做佑佛 第一天在泰国 因为去酒吧喝酒 在酒吧里面 竟然向泰国国王的酱 来噴油漆 滑到花这绿 侮辱这个酱 结果后来被抵捕了 在前几天3月12日出行 受审判 结果被泰国法院控告为 冒犯泰王 及破坏公共设施罪 被判刑75年监禁 我们知道他今年57岁 他真的这辈子都坐监也坐不完 那怎么来世继续坐 所以侮辱一角之君 自己朝来或和 读辱的 Ludovic也说 果部立即要下车 那 mem 侮辱親人 我們知道父母親 生餓養餓 我們報答都來不及了 怎可以說侮辱呢 現代人對父母很多不知道感恩 甚至說話對父母直呼其名 一點都沒有禮貌 這是侮辱 在古時候《太上金應篇位》篇上記載 有兄弟兩個人 他們兩個人約好 每五天就淪了一群來奉養母親 哥哥的家境比較窮 弟弟比較悔 哥哥有一次奉養母親 實在拿不出賣出來 窮到窮了 結果他就去到自己弟弟家 和弟弟商量 因為我現在實在沒有錢賣米 你可不可以先暫時奉養母親幾天 等到我以後 有錢之後 我會立即補回這條數 他們一人論五天 結果他跟他媽媽也這樣說 他媽媽就去到弟弟家 結果弟弟故意把所有米缸 都藏起來 說沒有米 他媽媽就很難過 自己很難過 哭哭啼啼 從他的弟弟家 又回到自己的大兒子家 那正在這個時候 就聽見晴天霹靂 一聲雷響 結果他把弟弟兩夫婆都劈死了 所以不孝天报应 有能力一定 我们有一天可以吃到一餐饭 一定要分出来 和母亲父亲一起享用 怎么可以更故意 利用欺骗的手段 企设尽为人子之道 请看下面一句 万其先生 盘其所示 这句是轻慢我们的师长 先生就是师长 对老师也不尊重 这条是很大的罪过 判其所示就是我们侍奉的长官领导 对他们反叛判逆不服从 这些都是鬼神非常厌恶的 要知道父母伸我们的生命 而老师是给我们的慧命 对待老师应该和对待父母是一样的 所以师生越父子 更何况古人还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所以老师对我们的恩德很大 特别我们学佛之后 教导我们佛法 指示我们练佛法门 使我们这一生有希望 求生淨土出轮回圣佛道 这个老师更是大恩大德 我们敬重他都来不及 怎样可以还起轻慢之心呢 怎样轻慢呢 老师所传授的东西 那些道理 那些知识 我们不可以认真地奉行 表面一套 暗地里面一套 阳奉阴违 这个就是曼琪先生 有时候曼琪先生 不一定是表现在形式 身体面部的表情 如果表现出来了 那就严重了 我们还没表现出来 但是呢 对老师的教诲不以为也 老师苦口婆心地说 我们都不好 我们都不能够认真奉行 这个就是曼琪先生 那当然这里有过步 所以尊师众道 很重要 我们尊重老师 就是敬重我们的导演 如果不尊重老师 怎样可能学到东西呢 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 在大学 教那些大学生 发现真的教美国学生 和教中国学生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学生总算是有中国文化传统 他都能够尊重老师 教美国学生 他不尊重 他充其量 是当你是一个朋友 当你的朋友算不错 他没有当你是一个老人 所以上课的时候 吃东西的吃东西 喝东西的喝东西 学到真正的知识文化 曼琪先生 所以他学业一定没有成 我们知道真正学业有成 关键的是我们对老师的尊重心 印刚大师说的 一分成经就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经就得十分利益 那判其所事就是 对自己工作的职责 没有负到应征的责任 这个就是被判 不一定是说 好像投降到其他国家 或者是 对自己公司泄物 这些固然是被判 心里面不忠 真正对自己工作 没有认真负责 本分的责任来做好 都算是半其所事 好 那请看下面一句 狂诸无识 旁诸同行 刚才那句是说的 是对思长和领导 这句就说是对一般人 对自己的同学 狂 就是欺骗 无识就是没有知识的人 没有文化 没有见识的人 一般的愚人 对他们要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知识 如未无知 我们应该更加对他们爱护几分 可怜他们 如未无知 怎样可以更欺骗他们呢 这个旁诸同学就是 毁博在一起学习的人 这个 毁博 大多数是因为出于执道心 见到同学 有胜过我们的地方 心里面 就放不下 千方百计 就要制造一些是非 来毁谤自己的同学 小到同学失去威信 好小到自己威信太高 你这种私心 你这种 陰险的恶念 难道不怕因果报应吗 这个佛陀 教导我们 同学和朋友之间 应该 在五庄事成方面 互相关心 第一是彼此 如果做了恶念 应当 互相劝止 同学和朋友之间 要有这种道意 这个所谓 过不规 道两规 所以有个 一定要真诚 去规刑他 第二件事 就是彼此如果有灾难 疾病 应该互相照顾 人 这个生老病死 都是 事有发生的 作为朋友 这种道意 应该承担责任 担当 照顾朋友的 这种义务 第三是彼此 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可以对外人来说 就是保护人家的隐私权 这是对人家的尊重 第四方面 应该互相尊敬 赞叹 不能够 诽谤 赞叹对方的得行 不可以断绝往来 更不可以互相忌恒 即使是有少少的口折 那都应该互相原谅 不可以忌怨 第五方面 彼此之间如果有贫富不一样 应该互相帮助 这是待朋友之道 我们有这种心 有这种道意情意 才会有真正的朋友 古人说 人一生有一个知己 很满足 那怎样为之有知己 就是道业上面 大家互相掌尽 协手同行 风与同舟 这种是知己 那要有知己 我们自己首先有这种道意孙得 好 请看下面一句 虚无诈毅 公折忠亲 这个虚无 虚就是虚假 无就是无限 他涵害 诈就是诈骗 毅就是欺毅 用这些虚假的 这个无限 诈骗 欺毅 这些手段 去攻击他人 这个心 是多么险我 而且他还要揭发 攻就是攻击 揭就是揭发 对自己的忠亲 都要去攻揭 忠呢 同性的为忠 义性的为亲 忠亲都是我们的亲人 亲人应该是互相爱族 怎样可以用这些虚偽的手段 欺诈的行为 甚至 陰险 攻击揭发 这个是最违背天理良心 当我们的亲人有个失的时候 我们应该 懂得包容他 在私下真正地劝导他 希望他能够改过 就不可以去张扬 更加不可以攻击 不可以揭发 俗语都有说 家丑不可我阳 我阳家丑的人 其实自己是最丑陋的 最是为人看不起的 嗯 好 请看下下一句 江强不仁 狠类自用 这句话是讲的是 身性很高强 很横行霸道 没有一些仁慈之心 这个江强 和江毅是不同的 孔子有说人要江毅 江毅是从理性上 他有高大的志向 他有一种毅力 始至不如 为了真理 为了圣言之道 他可以做出牺牲 这是江毅 江强这种是动气 一种横行霸道的气 这样一定要解除 因为当我们起到江强之心的时候 仁慈心就没有了 没有了爱心 所以见到人家可怜 都不懂得去联敏他 见到人家痛苦的时候 都不能够帮助他 这个狠类就是空狠 心底是空狠 类是乖章 这个 不正常 心态反常 自用 自以为是 江毅自用 江毅自用 这种人 我们叫做 因为他江强不仁 他有铁石心肠 见死都不救 他自己一定是很江毅自用 甚至很凶狠 很固執 不肯听人的劝道 这个佛 佛 比如说 这种人 好像一匹 脱了疆的劣马 野马 非常难以调伏 而他最后 盲目地去冲 去闯 冲到最后 可能冲到丸牙里面去 所以一个人 真正仁慈 有道德的人 他的性情一定很丢圆 很随众 他不会降强 他不会固執 所以 真正有德行的人 去到哪里都受人欢喜 因为他不会固執其健 他能够宏信众心 所以从这些方面 我们要检点自己 我们 是不是去到哪里受人欢喜 还是别人都不想跟我说话 都不喜欢跟我在一起 如果是的话 可能是做到这一条方面 有角色 这条角色如果不改 将来难免会招战和海 好 请看下面一句 是非不当 向背归 这句话说的是 是和非 他都没有办法判断 因为他不懂得判断是非 所以他就会向背归 向就是所向 应该做的 应该亲近的 他反而没有亲近 没有去做 背是应该背离的 应该停止的 反而他要去做 不肯停止 不能处理恰当 那这种人 我看意价特别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 根本原因就是 从小没有受到教育 他得到什么是事 什么是非 所以 当然会做出 向背乖乖 乖乖 乖乖就是不合义 不适宜 不妥当 所以从小的教育 伦理道德的教育非常之重要 第二次规 是伦理道德的教育 太上感应验 因果的教育 十善热道经 亚善因果教育 这些都是要 从小把这些观念 积进一个小孩的头路里面 这样慢慢长大 他在是非面前 懂得判断 他所做的事情 就能够适宜 就能够顺天理 合人心 那就不至于做义 一个人如此 一个国家也如此 世界也如此 都要懂得 什麽是是 什麽是非 什麽是正 什麽是邪 什麽是大局 什麽是小的 以大局为中 而当一个人 他是非不当的时候 做出不合适宜的 不应该做的事情 往往可能是一年之差 招致一生的遗憾 我昨日 看见一只这样的信息 在网上 说的是一个失足的人 他的一个字笨 这个人是一位45岁的男子 叫做端阳 他原来是大陆的某客运站的站长 那他那个站应该是在一个镇上 不是在大城市 是在湖北省 那有一天 他上班的时候 他就 这个是他 今年年初的时候 发表出来的 一个字笨 他自己是做错了事情 忏悔 他说在前几年 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 突然间就发现很多些 很吵 所以一看 原来是几个男青年 捉住一个女青年 就说这个女青年偷手机 那女青年就说没有偷 就爭拾起身 这个站长见到这样的情况 就阻止了大家 就说好了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把这个女青年就带到来家 带到来他的办公室 一问之下 原来是他出来打工的 这个女青年 今年只有19岁 他不知为何他在车上 人家掉了手机 后面发现他自己的手机 所以大家说他偷手机 这个站长就可怜他 就说这样 你这件事就算了 你以后就要小心一点 然后这个女青年说 我现在没有工作做 可不可以帮我找个工作 那这个站长就 可怜他 就在他自己的黑问站 和他找了一份工作 这个售科员 结果这件事结束之后 有一天 这个女青年就打电话 来找这个站长 说他现在发烧 希望他来看看他 这个站长也没有觉察到什么不妥 就来看看他 他自己租了一间小屋 结果进了屋之后 结果原来这个女青年 是觉得很喜欢这个站长 所以竟然要求 为他献身 这个时候站长有余 但是自己没有办法 暗论自己 虽然这个女青年 她的年数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大 但是她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做出不轨的事情 之后她觉得很后悔 事情已经做了 就给她两千元 希望这件事就算了 但是呢 后来她们两个竟然一发不可收拾 终之呢 这个子就包不住火 让她的单位知道 那上层单位呢 就要求来对这个站长处分 那她家里的太太 自己两个女儿都很愤怒 那这个时候呢 她原先都已经做出是非不当的行为 她又想出 那就和这个女仔私奔 结果就向背乖义 结果两位就私奔了 那她走之前呢 还留了一个纸条给她的太太 说我出长差了 将去一个没有目的的地方 这个家已经不属于我了 请你好自为之 我分了头脑了 对不起你 你恨我了 我是一个负心人 她还懂得说自己是负心人 但是呢 这种叫做热力千人 那两个人就私奔了 结果呢 走了之后 去到武汉大城市 这个两个人就要为生计 打工 这个男的四十多岁 每天就打工 养自己的自己和他这个女仔 结果后来呢 他们两个就生个儿子 那家庭就越来越困难 后来他工作因为太努累了 他是在一个公司做推销员 打工 太努累了 到最后呢 就病毒了 结果呢 生活的重担呢 就落在这个女仔身上 那一开始呢 他们还顺势旦旦 说两个人一定不可以离开 无论是哪个人有病 都要互相照顾 但是呢 久而久之啊 这个女仔就觉得 没有什么坚持 那后来呢 就依靠了另一个男人 那男人呢 他可能是一种武汉大城市里面的一些浪动清裂 那结果后来 搞到最后 这个女仔呢 要搬出去住 那这个端阳就说 我们不是有药在先的 那现在我怎么办呢 我现在又病到 又失去了生活能力 那这个女仔说 那你不如回家吧 那你还没离婚呢 那结果 就走了 那他们两个生的儿子就走了 那他以后来呢 想想想 那试试打电话回去自己家 但是呢 他的太太 他的女儿 对他呢 都非常之怨恨 不肯接受他回来 所以搞到他之后 非常之痛苦 这个 他这个情人呢 隔几天 还回来一次 还看看他 都算是有点良心 但是呢 这个 问他 现在生活怎样 这个女仔只是含着泪水 不肯做得 可能呢 都是很不信 所以这两个人 搞到最后这样的结果 这个站长 本来是一个国家公务员 有好好的家庭 但是就是一时的差处 一年之间 是非得到 做出这样的 这个邪忍的事情来 所以后果 就一法不可收拾 就是一失足 成为千古恨 自己 为恨众生 所以我看他的这篇字白里面 写得很狠切 自己真的觉得 不知道怨谁 怨天也不是 怨地也不是 只能是怪自己 那这个女仔 她也不可能得到幸福 你知道她是破人婚姻 破人家的家庭 这是向背乖 结果她自己也是一样 生父粗劳一辈子 留下的只是泪水 好 那我们看下面一句 略下取公 蝉上 蝉上妻子 这个略下就是略代下属 略代人民 目的是 取公明 以略代下属 略代百姓为公 这个蝉上 这个蝉上就是对上级 对自己的长官 领导 蝉尼巴结 为了什么呢 欺子 希望得到她的意志 她的宠恨 宠爱 这种居心 完全是为了自私自利 但自私自利 往往是建立在人家的痛苦身上 用略代下属 使得人民 不能够 幸福快乐 而为了自己一己之私 求公明 求利落 这个心 可以说 恶到极处 而用蝉尾巴结的态度 去对待长官 他只能欺骗 奉承那些愚痴糊涂的长官 真正有智慧的人 怎会被这些蝉尾巴结所蒙骗呢 所以这些都是愚人 愚痴的人才会做得出来 这些愚痴 愚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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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 我们看感应篇 确实讲了很多例子 但是师父上人 要我们多讲现代的例子 那我们看看现代 这一点我们知道在大陆 在50年代末 60年代初 有三年是非常悲惨 上了年纪的人 他们大概都会记得 1958年至1960年 三年的大跃进之期 这三年 叫做大裂钢铁 为了赶生产 制造一些假的 这些现象出来 表现出现在是大大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时候大悦进非常之助 所以 导致那三年也是大饥荒 一天都反常 结果真是民不聊生 饿死的人 千百万不计其数 现在还没统计出一个确定的 饿死的人数 我们在网络上 一般来说是一千万以上 那么多百姓 由于这样的路线 而喪失圣名 真是民不聊生骨事 后来中央先修正这个路线 不要再阻落 但是那时候在四川省 那个省委第一书记 叫做李井泉 这个人 他竟然为了迎合中央 当时大若中的这些政策 会劣下取公 大若俊呢 若俊到比中央企还要阻 结果后来 他说了一个名言 他说中国这么大 哪一个朝代没有人饿死 然后他用这句话 来为他的左傾 这些政策 来辩护 后来 即使中央已经开始 糾正这个左傾的路线 之后 毛主席落党内的通讯公文 要求大家停止大若中的这些政策 但是这位李井泉 还要故意扣住这封信 不发表 所以使得四川省 那时的经济一直很迟才复苏 比全国其他省份都要慢 那当时的记录 公共食堂 全部都解散 这个当时呢 恢复社园的自留地 即是农民的地 恢复得最迟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种粮食 而我们知道四川省是天府之狂 它是粮食的众省来的 所以它比其他的全国各省 都要迟开始生产 所以对于人口的死亡 的人数大大增长了 这个是李井泉 他所做出的恶行 结果他就有报应 虽然当时他没有立即被夹职查办 但是呢 天报应之 这个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知道1966年开始 十年万革 这个李井泉的家庭被拿出来斗 全家人都斗到家婆入亡 他自己被那些造反派 文革里面很多造反派被绑架 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都不知道死在哪里 他自己的太太呢 竟然在被批斗里面 全部的头发都被剥光了 最后含冤自杀 他的儿子最后竟然在北京 因为他反对文革这条罪名 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围兵斗死了 所以全家人就这样死尽了 所以这个就是 劣下取公 蟬尚稀子 迎合中央 而略待百姓的下场 好 请看下这一句 受恩不感 连缘不忧 这句话是说 受到人的恩惠 他一点都不思感恩 人家对我们的 对不起的地方 我时时在心中回荡 念着这种冤仇 不停止 所以这种 只看人家的仇 看人家的冤 不知道去报恩 有可能是人家对我 一辈子的恩德 往往是几句说话得罪了我们 我们就对他怀恨在心 这个 常常都见到 特别现在的儿女 不懂得敢父母恩德 父母养大他 辛辛苦苦十几二十年 但是 父母可能几句话 赐了他的心臭 他就连缘不佑 不肯停止对自己父母的怨恨 为了一些小事 而离家出走 背叛父母 甚至还看见有 伤害父母的人 你看看香港保姿 我们都经常有见到 或者是 杀害父母的 或者是激到父母跳楼自尽 或者是父母连老了 他把他丢弃街头而不起 这些人造热化深重 所以 大致到论上面说 如果受恩惠 而不懂得感恩的人 这种人 连畜生都不如 我们分门所说的 相报四重恩 四重恩包括 父母恩 国土恩 我们的司长恩 包括佛陀 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 和众生恩 这四重恩 我们都要去报话 知恩报恩 不可以记这些冤仇 在历史上有一个好的例子 韩信 汉朝初年 韩信我们知道是帮助劉邦 打败韩羽建立韩朝 在韩信年青的时候没有发败 家庭很贫穷 有一天他去钓鱼 钓了鱼之后去卖鱼 可能一天都卖不到几条 所以有时候一天都要饿住肚子 在水边见到一个妇人 向她祈祷了一顿饭 这个妇人见到很可烈 就布施给她一顿饭 韩信就说 你对我有一帆之印 我会记住 将来我发败一定会报道给你 以千金来报道给你 这个妇人听了之后笑笑说 行了行了行了 你已经穷到这样了 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他走到市面上 韩信遇到一个流亡 一个青年 看到韩信因为韩信是武将 经常戴着一件 所以这个恶少就上来侮辱他 你经常配着肩 好像很厉害 你现在敢不敢跟我打斗 如果你不敢跟我打斗 你就要在我的妇当底下捐过去 这个时候韩信看了之后 一声都没出 也不跟他计较 从他的妇当下面捐过去 结果那些恶少和他的同伴 哈哈大笑 韩信能够忍这个跨下之族 后来韩信发达了 领兵打仗 屡立战功 所以刘邦封为王 封了王之后 韩信又来到这个 淮阴他家乡的地方 就找人 之前布施他一餐饭的妇人找来 又把这个恶少找过来 真是上次这个妇人一千两黄金 历史上称为一帆千金 这个是知恩报恩的典映 那对这个恶少呢 就没有惩罚他 恶少吓得脚都震了 我不知道原来将军你有这样的能力 这种智慧 我那时候侮辱你 实在是我罪该万死 但是韩信说 不要紧 你现在就来做我的一个副官 那旁边的人看见韩信这么大的瓦量 都很佩服他 真是知恩报恩 而对人家的 人家对我的侮辱 一点都不会寄远 所以这个是大仗之才 所以一个人 你看他有没有前途 你看他的戚毒 一个戚道怎么看呢 他是不是能够忍辱 是不是人家对我的一些怨恨 我不放在心上 心里面坦坦荡荡 光明正大 而对人家的滴水之恩 都不会忘记 真是要以涌全来相同 那这种人 就是大福德之人 好 请看下面一句 轻滅天文 扰乱各政 这句话是说的轻视 侮辱 侮辱 欺骗 欺压 天文是什么呢 就是百姓 百姓是上天的子民 但是你对上天的子民 竟然会轻视 欺压 还会扰乱国家的政务 这种人就是轻滅天文 扰乱各政 这个人民是国家的根本 应该外大 各政应该使他稳定 使他祸害 怎可以欺滅天文 扰乱各政呢 你看看历史上 凡是做出这些事的人 都不得好死 不要讲远就讲近代 文革你看看 江青四人帮之首 他做这个文革 真是披押百姓 扰乱各政 十年文革真是叫浩杰 对于文化经济各方面打击沉重 所以你看江青后面文革结束之后 打倒四人帮了 被终身监禁 最后他自己自杀而死 得到这样的下场 所以 懂得看历史 看现在 看周围 真是因果报应 一丝毫都不察错 那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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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